散热股不散热 火热行情现在才要发动吗 当然你看台股就知道了 今天再继续创历史高下 对不对 那成交量部分都在4000亿以上 代表什么 外资持续费入 那外资买的部分的话 你看二月份 整个月买了1160亿 那一月份上半月大卖台股 对不对 那台积电法说之后 认错回股 一月只卖了17亿 去年11、12月买了4200亿 你自己算一下 外资是不是一直在狂买 而且你看三月份 三个交易者已经买了500多亿了 所以你觉得台股不热吗 当然需要散热嘛 对不对 所以散热族群开始发威 不是现在才开始 是要持续下去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事 我是Cathy 让我们欢迎轮渊投顾 王陈胜分析师 大家好 今天台股再创新高 尤其散热股 哇塞 散热股完全不散热 太硕 圆山还有双红 今天都亮灯涨停 老师我们要怎么看散热股 好散热今天真的是非常强 刚才念的里面 还有一档老师今天也没有要讲的 就是建策的部分 今天强攻千元大关 最高攻到1030块 那尾牌是没有收上去 不过你就可以发现散热族群 是这一波的主流 主流 大家要记住 所以他正要开始吗 不是他前一波已经攻一波了 然后这一波又再继续攻 所以他筹码非常的稳定 事实上筹码都落到大户手上 那这一波你看外资是不是一直在抢马 今天早盘台积电开盘跌 收盘涨5块钱 那昨天更好玩 昨天最后盘压5块钱 整个拉上去 那今天周期周选择权结算 拉到相对高点 盘中还破多少 19500以上 所以你看今天强势是非常强的 那成交量持续在4000多亿 所以台股的热度非常之热 那非常之热散热就继续发挥了 我们来看一下散热部分 3338的太硕 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继续涨 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他涨幅很大 50%左右 50%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所以他还没涨完 你要注意要留意 我们先看一下他基本资料部分 1月份的营收3.18亿 成长多少 31% 但是大家要小心 去年1月份是过年 今年2月份才是过年 麻烦以后要1加2月 两个一起看才会比较精确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 获利的部分去年4季都出来了 第一季0.3 第二季0.74 第三季0.98 第四季0.76 全年赚多少 2.7% 跟111年3.05% 还衰退9% 但是已经越来越好 大家可以发现下半年赚的比上半年多 那现在1月份又开始往上了 那就是有机会继续强下去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放量了 今天强攻明天有机会赶快上车 明天就可以上车了 对 那至于3324的双簧 散热模组 这一波涨得更凶 他从去年 去年你大概知道多少吗 不到200块 不到200块 现在已经628块 今天涨停板628了 所以你要去追他 你要等他回档再接 不是明天立刻追进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资料部分 一月份的营收12.8亿 成长38% EPS的部分 昨天最大的利多就是他的EPS 1.67块 大家想一下 1.67块你把它乘以3 是不是将近5块钱 那是不是等于去年第三季 你看第三季赚5.71 那你看一下 如果一季可以赚5块钱 四季可以想象吗 如果是20块呢 那怎么办 是不是赚太多了 现在股价呢 你看一下 111年全年才赚14块 如果能够再往上赚多一点 不是更好吗 而且你看去年 他虽然财报还没公告出来 但是前三季已经赚11块了 如果再加一个假设5块好了 那是16块 然后今年继续成长上去 那你觉得股价当然是要往上走 而且这一档非常好 继续冲 但是你要小心 你要介入的话 麻烦让他拉回你再介入 那我们看下一档 6275的圆山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涨势图 是不是也没涨多少 对 大概是五成左右 才刚开始而已 我们先看一下 一月份的营收是多少 71%成长了 那去年全年4.08块 成长45% 他提早 大家上半年还在亏 下半年才在复苏 不好意思 他全部都在赚 所以他已经赚零去前一年了 111年了 所以他持续是往上冲的 那他的部分的话 随时有介入到 打回五日均线 你就赶快接了 不要等了 好我们看下一档 6591的部分 动力KY 散热模组 今天你看 继续强登 是 70.8它没有涨停板 不过你看一下 基本资料部分 一月份营收1.36亿 成长多少 72% 非常高 但是我们怕二月份可能会下去 但是如果二月份持续成长 那就不得了了 等于一月二月都是成长了 没有受到农历春节的影响 那就真正的大复苏 那我们看一下 去年前三季赚2.83块 衰退52% 那就代表什么 还没整个复苏完毕 所以他还会有一波 而且你看他这波从多少 47.8到今天70.8 对不对 涨了多少 大概也是快五成而已 但是老实跟你讲 真的不多 因为如果你看双红的话 他是翻好几倍 对不对 将近翻三倍 那这个涨五成是不是非常少 而且这些公司都是有赚钱的 所以你要赶快 再介入散热的话 留意明天拉回的机会 所以如果这四档 老师最推荐的一档会是谁 动力 你知道为什么动力呢 为什么 因为我上礼拜才跟工商时报 推荐他而已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大概 还在下面的平台区吗 对 还没大涨 那已经涨两天了 所以你要继续看下去 因为他营收是越来越好的状况之下 而且啊 老实说我们工商时报比赛好不好 不止只有我选到他 四个分析师有三个人都选到这一档 四分之三的几率都选到他 所以大家都知道动力要留意了 要动了 好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群组 那财经经的事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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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